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有速度啦 先走歐 這家一百九十五 這家餵在新北市三重區 人潮滿滿的小吃店 賣的是台南口味的五次虱目魚 內用座位不多 總是一味難求 用餐尖峰時間 可能要等上一小時 才能吃得到 那麼究竟這裡的虱目魚 魅力在哪裡 沒有刺 因為現殺的比較新鮮 以前台北人比較不會吃魚刺 就把它殺的沒有刺 你們的虱目魚都是哪裡的 大部分都南部 高雄台南都有 因為大盤商在抓有時候 不一定 我們都直接產地直銷上來了 虱目魚處理台 就在店門口 現場鯊魚清理完全透明化 新鮮看得見 坐在台前不停歇 處理拔刺的 是第二代老闆林瑞峰 當初爸爸從台南北漂 打拼開了這間小吃店 以無刺手法料理虱目魚 大獲好評 但這無刺的美味 可是需要一根一根 即花眼力挑出來的 魚刺一邊有時候 不一樣多汁 有的13 有的15 有的18 一邊都不一樣 慢慢摸手 熟冷生巧 只要拔好幾天才熟練 一隻魚的厚度不一樣 中間這邊的肚最厚了 所以我們把它稍微切橫 要煮的時候 讓它的熟度均勻 魚肚才不會老掉 林瑞峰退伍後就回來接手 在爽朗笑聲的背後 這些熟練動作 都是一點一滴經驗累積 魚老婆從年輕做到現在 看著兩人俐落的伸手 就能感受多年來 培養出的合作舞間 老闆娘的鯊魚 她負責鯊魚 取長子 取魚頭 負責八次啊 原本這裡是懂吃的在地人 才會知道的熱門小吃 在因緣際會下 有了韓國神廚白中原家池 讓許多人特地前來朝聖 而成了著名的排隊美食 客人的女兒 發生什麼樣的機會來這邊吃 因為她是韓國歡義 韓國歡義她爸爸有在這邊 我們這邊吃過 她就跟她爸爸聊天說 要去南部找那個賣絲木魚的 她爸爸就說 不用啊 就來我們三種這裡 就有一家很好吃的 還要跑到台南去 就這樣 一眼機會她就跑來問我 而讓韓國神廚白中原 一吃難忘 讚不絕口的 就是這碗 鋪著滿滿濕木魚肉 看不到底下白飯的濕木魚蓋飯 我們該飯CP值很高 大碗又燙 外面的濕木魚可能不太燙了 全部都魚肉 外面的可能沒有這麼便宜 現在濕木魚也是滿貴的 該飯使用的是濕木魚的魚背肉 切成薄片後 林老闆說 放入乳鍋前 一定要先裹上些許太白粉 而這也是它美味的關鍵 因為沒有攪混 那個魚肉吃起來會稍微刺刺的 那有一些混下去 它比較滑溜 比較不會那麼好吃 因為我們切薄片 雖然不要把沒有刺 但是薄片切出來細細的 有時候混的時候會大小不一 那讓客人會吃到有吃的話 就感覺到不好 那一點點刺 但是不會刺人的 所以我們自己熬的湯汁 不會死鹹 南部稍微偏甜偏甜 一點點而已 不會太多 老闆娘有給它稍微改的 不要那麼甜 因為不是要跟糖而已 醬油 那我們煮的時候 對啊 煮的時候就放一些薑絲辣椒 對啊 就這樣子 滾了以後就關起來了 就是不能煮太熟了 魚肉就會一直在裡面 對啊 吸那個湯汁 像一碗魚肉版滷肉飯的概念 在淋上帶有魚肉鮮味的醬汁 拭目魚蓋飯就能美味上桌 魚肉新鮮軟嫩 滷汁入味好吃不嫌膩 讓客人一吃 覺得等待的美味是值得的 那樣還是蠻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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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 每天新鮮現場分切 用完一批才再處理一批 或許就是這裡濕木魚 更鮮美的原因 一整條濕木魚 各部位都能有自己獨美的口感 像其中最可遇不可求的 就是這裡林富平的滷魚腸 我們有分魚頭、魚肚、魚背、魚腸這樣子 一隻魚 老闆娘有用心在殺魚 你平常去外面吃魚腸 我們吃起來都會感覺到殺殺苦苦的 那老闆娘都有細心在用 像這個 就這個嗎 這就是魚腸 它還特別經過處理 全部都處理到乾乾淨 讓你吃到沒有感覺到有殺 那這樣吃起來我們的口感 才會有那個很好的味味 在口感裡面 因為如果殺殺的感覺到 吃起來就不太一樣了 那你這個吃這個沒有殺 然後又有香味 那就口齒流香了 不然就口齒流沙了 我們有計時 一定要五分鐘才會熟 這滷魚腸一入口才會懂得 為何吃過的人會大推 要吃魚腸才是王道 滷魚腸苦肝中帶點鹹度 加上老闆娘處理手法高明 完全沒有魚腥味 會讓人忍不住是一口接一口 而除了魚腸 有些喜歡吃魚的韜客 會喜歡啃魚頭 這裡的魚頭肉多 膠質明顯 鹹甜滷汁入味 吃起來別有一番風味 我們殺的比外面還大力 外面都只有殺到這裡而已 我們是殺的比較大力 有時候都不夠吃 而這裡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CP值超高 尤其是各式濕木魚便當 不論是魚肉 魚皮 附上配菜 竟然只要銅板架 即使換上了一大塊 五次滷濕木魚肚 雖然會貴一點 但吃了也保證會覺得 物超所值喔 便宜啦 現在外面便當 65塊 60塊還是很少 跟你們濕木魚便當多少 一度便當是130 方便啦 買了就走了 林老闆秉持著一顆 踏實的心 不積極盈利 也不應生意好 而烘抬價錢 難怪每天 有許多死中客人 都願意耐心等候 只為了品嘗這裡最新鮮的 良心美味